海豚躍出水面 船上的小朋友看得驚呼連連 不少人都到花蓮特別來賞金 新鮮玉米在炭火上翻轉 店家快手刷上醬汁 美味程度又再升級 花蓮東大門在春節期間 遊客人數曾經一晚就湧進 超過四萬人 四月接連發生強症 連在重創地方的觀光旅宿業 游客訂房幾乎退光 新鮮月合定六一號啟動觀光振興花蓮方案 交通方面六一號起結合花東縱古行 臺灣好行花東免費搭乘 臺灣關八則是花東兩折優惠 住宿方面六月起花蓮自由行 平日美房補助一千元 假日最高補助五百元 八月一號到九月底 臺東地區住宿平日最高一千元 至於團體旅遊花蓮美團補助兩萬元 臺東七月號到九月底 美團最高補助一點五萬元 因為地震平凡加上蘇花公路 五月底才開放大車通行 目前旅客都還在觀望 不過民眾抱怨想要訂房 卻遇到價錢突然調漲一千多元 浮動房價讓他氣得取消 我們也會呼籲我們的全體會員旅館 做好軟硬體以及各項設施完好的準備 不隨意抬高價格 以迎接全國旅客的到來 暑假旅遊熱潮即將到來 花東推旅遊振興搶人潮 3D新聞旅焰黃俊傑歡迎這樣報導